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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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elia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吃 但又難做得好吃 不過又會女霸女蝕的食譜 就是蛋撻 這條影片我會分享做蛋撻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大家也做得到一個滿意的蛋撻 好了 我們就把牛油預先放室溫度放軟 你見我可以相當容易點 按牛油 這樣就不行了 我下完糖粉和奶粉之後 我就會用刮刀 輕輕壓一壓 把牛油和糖粉混在一起 才會再放一個打蛋器 因為如果我下完糖粉 馬上用打蛋器打 糖粉就會飛到四處 我們就慢慢加蛋漿 我們就把低筋粉 塞進去 低筋粉的比例 我也是用麵粉去混合出來的 加熟粉 那份量 你就可以看看菠蘿包的影片 就知道怎樣做 你見樂園的低筋粉 麵團其實有點乾的 我們就用膠刮刀 我們就用膠刮刀 把牛油壓開 讓牛油更容易 讓麵粉包著 我們搓到差不多 就可以用手搓 你見面這個麵團現在很散 我們就把麵團搓在一起 我們就用手 因為本身手有溫度 把麵團搓在一起 底部其實還有很多碎 我們就像一塊泥膠一樣 把它盡量不斷地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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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刀 碗邊其實也有些牛油黏在一起 我盡量也是 用手搓勻 因為其實它本身是一塊牛油 它就可以慢慢把麵粉黏在一起 就不需要捏散它 剛才我們就已經打散了 現在這個動作就是把它變成一塊牛油撻起的麵團 記得把麵團 盡量清掉整個碗 是乾淨的 其實已經很乾淨 我會習慣搓長它才放進雪櫃裡 因為搓完之後 稍後會比較容易切撻皮 如果你的皮有裂紋的時候 也不用怕 我們就用手搓滑 把麵團清潔 包住它 讓它不會乾 我們就可以放在雪櫃裡 雪大概30分鐘 讓它硬一點 我們就會容易操作 我想蛋漿的顏色 黃一點 漂亮一點 我這次買了這隻Rich York Rich York 它的蛋黃 比平時的雞蛋黃很多 焗出來就會更漂亮 你看多黃 水不需要滾水 其實熱水也可以 主要是可以夠熱 可以溶到砂糖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先加淡奶 淡奶的作用 令到蛋漿的味道更香 還有為什麼我們會加淡奶 才加蛋漿呢 因為其實本身的水也很熱 如果現在直接加蛋漿 如果你的水過熱的話 就會煮熟蛋 所以我會加淡奶 令到水的溫度降低一點 再加蛋漿就更加好 我想味道濃一點 就加一點雲呢拿香油幾滴 沒有的話 不加也可以 然後再攪勻 但注意我們攪勻 不要打到太多空氣 我們盡量把蛋白打散 就不要加太多蛋白 如果你想蛋漿更滑 就要過一過篩 其實原理有點像我們蒸水蛋一樣 如果你想水蛋蒸完出來滑一點 就要加一過篩 盡量在篩裡面的蛋白 你也盡量打散去把蛋白打散去 因為如果你隔離太多蛋白 其實都會影響凝固 如果你想滑一點 就可以再隔多一次 我舉個帽子 就要用牛油 輕輕塗一塗 少少牛油下去 等一會脫毛的時候 就會更容易 牛油最好 預先放在室溫的時候 讓它很軟 軟身就容易 噴在帽子上 就這樣會很容易 就有一點 看來 太多了 都會切成這樣 但是錯誤了 我現在要把蛋白拿去 我會切成這樣 也要吃一點 你會切成這樣 你現在要吃 可以切成這樣 你會切成這樣 我會切成這樣 應該會切成這樣 你會切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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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汤一定要放冷了才可以拿出來 因為冷縮熱脹 帽子會容易彈出來 但要輕手一點 好吃的蛋汤就是皮夠薄、鬆脆 我覺得這次也做到 而蛋漿也夠香、夠滑 用了Rich York做的蛋漿 我覺得顏色夠黃、很有蛋香 我自己覺得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覺得蛋漿可以再滑 我覺得下次可以早一分鐘拿出來 還有我覺得很重要 每次做完之後 就抹下你用什麼時間、溫度 焗多久的蛋撻 試完之後 口感各方面 你覺得有什麼需要改進 就立刻抹下 等下一次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你就會越試越好 做到你心目中完美的蛋撻了 我這個食譜就純粹是一個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家裡焗爐的溫度、模式都不同 用的焗盤的質地 以及蛋撻模的大小 以及不同的蛋漿的濃度等等 或者不同的牛油都有一些變化 你可以試完之後 再根據自己的爐 再按下你要的溫度 慢慢去處摸 應該很快就會做到 你心目中完美的蛋撻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如果你心目中 都有一個完美蛋撻的食譜 都歡迎跟我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 �